刘邦后宫中有三个著名的妃子 一个是皇后吕智 她的政治才能自然不必多说 一个是汉文帝的生母搏击 她的一生简直可以用躺影来描述 最后一个就是刘邦此生最宠爱的女子 器夫人 她在前半生有多风光 下场就有多么惨 人质一词就由她而来 说起刘邦和器夫人的相遇 也是颇有传奇色彩 据说刘邦在一次战败后被储君追捕 她逃到了一家农舍 被一对妇女藏到了枯井之中 这才逃过了一劫 劫后余生的刘邦想要败些这对妇女 突然发现这家的女儿长得异常清秀 顿时对她心生欢喜 刘邦向老汉表明自己的身份 请求老汉把女儿嫁给她 并承诺日后一定会给她一个名分 这名女子就是器夫人 自此之后 器夫人就侍奉在刘邦左右 备受宠爱 不过器夫人得宠 靠的也不仅仅是美色 她能歌善舞多才多艺 尤其擅长跳翘袖折腰舞 刘邦每次都看得如痴如醉 一有空就和器夫人共享歌舞 刘邦鼓色 器夫人跳舞 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后来器夫人给刘邦生了个儿子 宠爱就更生平常 人们都说母凭子贵 器夫人这个儿子却是子凭母贵 刘邦给她取名为如意 希望她能万事如意 刘邦不止一次的在公共场合说 如意为我这样的话 刘如意年纪轻轻 就被分为了赵王 器夫人渐渐的恃宠生娇 扎上吕智年老色衰 器夫人越来越不把她放在眼里 甚至她想利用刘邦的宠爱 将自己的儿子推上太子之位 所以她不断的给刘邦吹枕边风 劝说刘邦另立太子 可惜此时的她不懂 另立太子这件事 不是只有帝王宠爱就能成的 因为得罪吕智被做成人质 器夫人究竟做了什么恶事呢 揭秘器夫人的作死人生 枕边风吹多了 刘邦也渐渐生了重立太子的心思 她也确实在朝陶上 提出了废太子一事 毋庸置疑 刘邦得到了群臣的反对 毕竟废掌利幼是国之大计 何况太子并无过错 岂能随意废掉 吕智一路以来跟着刘邦打拼天下 虽说宠爱不多 但吕智也不是什么恋爱呢 他要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利 如今器夫人想要动他儿子的太子之位 吕智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为了保住刘邦的太子之位 吕智不惜在大臣面前下跪 甚至请来了商山四号辅佐自己的儿子 刘邦在和大臣们的对线中 明白了废太子重立不行 所以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之后无论器夫人如何哭闹 刘邦都没有同意过 虽说丽太子这件事最后没有成功 但器夫人也彻底得罪吕智了 他自己自然也知道吕智不会放过他 所以苦苦哀求刘邦 刘邦也嘱托吕智 自己死后一定要善待器夫人 刘邦虽然相信吕智不会伤害器夫人 但是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为他们安排好了后路 他任命周昌做刘如意的相国 想要以此制衡吕智 保护自己的儿子 甚至还将刘如意安排到封地 嘱咐他最好不要进宫 只要刘如意不在吕智身边 吕智就很难加害他 只可惜器夫人不聪明 刘如意也不聪明 刘邦登基之后 刘邦的妃子们都被儿子接到了封地 当上了太后 器夫人当然也在等着刘如意 把他接到封地上去呢 只可惜吕智怎么会让他如愿呢 他以器夫人视刘邦生前宠妃为由 强硬的将他留在了宫中 器夫人无法拒绝 只能留下来 因他心不足被吕智做成人质 器夫人究竟是罪有应得 还是无辜被害呢 刘邦死后 吕智没有立即处置器夫人 也没有完全的放过他 吕智命人剃去他的头发 把他幽静在涌向聪明 此时的器夫人还有儿子做靠山 在没有解决刘如意之前 吕智也不会轻举光动 可以说 要是器夫人聪明一点 不作死的话 也许还会安稳的活到最后 可惜他没有脑子 聪明的时候还自创了一首歌 大致意思就是说 儿子做封地的王 母亲却沦为俘虏 终日在涌向聪明 不知何时就会丢了性命 乌子俩相去三千里 谁能作为使者告诉我那儿子 母亲在这里遭受的一切呢 器夫人将希望都寄托在了 千里之外的儿子身上 希望有朝一日 刘如意能将他救出去 吕智早就对刘如意起了杀险 正宠没有理由处置他 器夫人的这一做法 不就让吕智寻到了机会吗 即使刘如意有周创的看顾 可是吕智还是把他骗到了汉宫 随之刘盈知道母亲的阉谋后 竟然想要护住刘如意 他亲自出城门迎接自己的弟弟 并将他安置在自己的寝宫 就怕母亲害死刘如意 只可惜摆命一输 在刘盈出宫狩猎之时 吕智趁机将刘如意毒杀了 刘如意死了 器夫人就没有靠山了 吕智下令砍断器夫人的四肢 将他做成人质 甚至还让自己的亲儿子 去观看器夫人的下场 当刘盈看到 抛在弹字里的器夫人时 瞬间吓出了心理阴影 大病了一场 从此一蹶不振 天天戒酒消愁 朝廷上的事也不管了 为了让器夫人感受极致的痛苦 吕智还用了大批珍贵的药材 召集太医不允许他死 这件事情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 有人说吕智的做法太过残忍 就算是再恨 也不应该做得这样绝 可是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当时废太子成功了 刘如意当了皇帝 器夫人当了太后 他的做法也不一定比吕智人次多少 到时候变成人质的 可能就是吕智 只能说这一切的下场 都是器夫人自己做出来的 他若像薄金那样收敛锋芒 日后说不定还能翻身呢 果真是不做死就不会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啦